好 可以了解今天689 梁振英曾經提到 如果在一個月內 菲律賓那邊沒有實際階段性的回應 政府會考慮一些行動 首先人民力量歡迎政府態度上的改變 由我們早前提出要實施經濟制裁菲律賓 當時保安局局長雷敦江公開說 我們的建議沒有實際的理據 亦是不可行 由講不可行 到不再公開表示反對 到政府說會提出制裁的措施 明顯是態度上的改變 我們覺得這個改變 是令到菲律賓的政府受到這個壓力 但是今天梁振英只是繼續空口 說口號 只是給了一個月時間 而沒有一個明確的措施的話 我們認為在這個外交策略上 是一個很低能 或者是一個不是很有力的行動 既然香港已經等了足足三年多 還有政府最近連串 已經表明要 要這個菲律賓政府方面 要接受四個的訴求 包括這個的道歉和這個的賠償 但是到今天為止 除了市政府的個別議員之外 菲律賓政府和總統方面 是不但沒有實質回應 反為公開多次說 說菲律賓的總統是不會道歉 我覺得這種的態度 不單是進一步侮辱香港 是香港政府有關官員的要求 和訴求 和所提出等等的措施 即是不放在眼內 而亦都是向這個傷者 在傷口上是灑鹽的 這種做法我們覺得 繼續默許 繼續啞印 這個絕對不恰當 政府其實應該盡快公佈 就算你不公佈類似人民力量 那麽強硬的措施 都起碼有些象徵性的意義 譬如說停止政府方面的接觸 或者立即取消一些文化 或者體育方面的 雙方面的活動等等 起碼有些實際的措施 而不只是說要給你多個月時間 已經三年多過了 那你是不是認為過去那三年多等得很恰當呢 所以我們雖然政府態度上改變 但是今天梁振英作出這麽軟弱無力的回應 我們是感到失望的 那我呼籲明天立法會的辯論 如果我們排到 很大機會是星期四 我們是有機會投票 希望立法會能夠 雖然個別的訴求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很希望有一些實際的措施 比如說經濟制裁類似的字眼 能夠得到立法會議員 全體議員去通過 那人民力量都會看明天投票的情況 我們會盡量寬鬆對待部分的修訂 那如果沒有必要性的話 我們都希望有關的修訂 可以盡量通過 令到立法會有一個共同的意向 以這個經濟制裁的形式 要求菲律賓回應死者家屬四個訴求 表面上看我們的修訂 我提出的修訂 就是限制菲律賓外融入境 好像比其他的領導比較重跌 但是我想說 就算政府接下去的修訂 也有一個時差在 也要過了去年的第一季 才真正可以落實 其實這段時間正好 就是令到我們的特區政府 顯得更加強硬 在這段時間 更加可以和菲律賓政府作出談判 這樣才可以逼到對方讓步認錯 給大家有什麼問題 你怎麼看呢 他今天就說 他一段階段性的成果 你覺得這個階段性的成果 其實要是什麽的實質成果 才可以實施人數 沒有 他那個語言藝術 是很令人憂慮 譬如他覺得見到菲律賓總統 都是階段性成果來的 上一次他被人侮辱 被人在理智上 這麽不恰當的對待 他都認為是有成果的 所以梁振英的階段性成果 對我們來說可能是個徹底失敗 但對他來說可能是個成果 所以我覺得他這麽 這個空泛的形容詞 我覺得是沒有意思的 我覺得他應該盡快公佈一些 較為寬鬆些的措施 就算沒有人民力量這麽強硬 例如剛才我提到 用這個取消文化活動 取消一些政府之間的接觸 起碼給公眾覺得 還有給菲律賓政府覺得 香港政府不只是空港 如果不是的話到時他只會進一步 以他的外交和政治的智商 我覺得他只會被菲律賓有關的官員 和這個政要進一步侮辱 令香港蒙羞 成果不是梁振英收不收貨 或者我們人民力量收不收貨 成果很清晰的訴求 是那四個訴求 階段性的成果就是 你未必立即可以四個訴求都達到 但都要有一定的答應 一定的答應 或者是一個時間表在那裏 如果完全沒有 我覺得不算是任何成果來的 不是的 我很擔心他說 律賓那邊肯一些官員 肯開會 他已經覺得是階段性的成果來的 這個正確是我們的擔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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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